我們來看到中美博弈 不只是外交領域在經貿戰 也是相當的精彩 只是美國打的貿易戰 卻讓各界看到 我們說是真的有幫助嗎 還是認輸了呢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甚至說對於大陸實施所謂的關稅 思慮是不周延的 您認為在這一場的中美貿易戰當中 美國有成功嗎 有成功的加一 徹底失敗的加二 或者是加三 您有其他想法寫下來 您認為在這一場的中美貿易戰當中 美國有成功嗎 有成功的加一 徹底失敗的加二 還是呢 你覺得有其他想法加三 我們來子頻聊聊 最近有沒有覺得呢 好多東西都變貴了 沒錯呢 其實在世界各地 都有一些通膨的壓力 尤其美國是狂印鈔票 導致全球有一些通膨危機 沒想到美國總統拜登 今天呢 試圖呢 要緩和物價急劇上漲 所造成的憂心 他說呢 目前通膨啊 的上升只是一時的現象 而非長期的問題 讓各界擔心的是物價飆升 對美國經濟復蘇 產生不良的影響 拜登呢 卻說 讓美國經濟保持在正軌上 運行的最佳方式 就是呢 由國會通過兩黨商定的 大規模基建的方案 他呢 就推他所謂的大規模基建 就是保持經濟的復蘇 他說明呢 在任內政府的疫苗接種行動 以及呢 他為經濟挹注 塑造美元 這些所作所為 對於呢 消除通膨壓力 而非是加大壓力 還說呢 這充裕的勞動力 都是呢 來說是對經濟有幫助的 但是你知道嗎 疫情爆發之後 全球供應鏈啊 已恢復原先的速度了 但是呢 導致有許多的商品 是價格飆升的 你這個時候 如果搞這所謂的 大型基礎建設的話 你會發生什麼問題啊 其實你有可能會導致 缺工耶 工可能沒有啦 甚至是缺材料啦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會導致通膨 因為比較貴嘛 就導致通膨嘛 所以拜登怎麼會覺得 這一定都是一鐵好的良方呢 不過我們來看到 拜登他就說 有些人會擔心 這恐怕是 通膨居高不下的跡象 但是他不這麼的認為哦 他說我們的專家也說啊 數據也是 數據也是有這樣的顯示 也就是現在所謂的物價上漲 大多都是預期之內的 他還說呢 渴望在一時之內呢 就可以慢慢慢慢的解除 拜登呢並指出來說 沒有任何的態度 或者是任何的經濟專家說 通膨即將會失控 他說呢 專家都沒有說通膨即將會失控 所以還繼續可以通膨囉 那他說呢 白宮對於這個時間呢 拉長物價 飆升的一個狀況 他還是會保持警覺的 不過呢 美國的確有通膨的壓力 那需要跟中國大陸談判 又不斷的升高抗中的力道 高科技還想圍堵大陸 雙方關係那麼糟啊 卻頻頻釋出呢 中國大陸呢 這個美國想要跟中國大陸的高層來互訪 我們來看到是誰 美國的副國務卿叫薛曼 他說呢要訪問亞洲 各界就關注啦 他先前有傳出來 突然喊咖的大陸型 後續發展是怎麼樣呢 美國國務院呢 發言人的普萊斯 他在今天就說 美方持續要尋求 跟中國大陸往來的機會 但任何訪問呢 成請與否 都要取決於 是否有實質的建設性 他強調呢 拜登相信啊 面對面外交是無法被取代的 美方準備好 在合適的時機 跟大陸進行直接外交 Price呢 他還強調說 類似的互動呢 發生與否跟時機點 取決於 這麼做是否符合的是 美國的利益 要符合美國的利益 才會進行相關的一個方式 而且呢 是要有意義跟建設性的 美方以此作為出發點 尋求跟中國官員往來的機會 包含的就是資深官員的層級 他說這麼做呢 就是為了推進美國利益 尋求負責任的方式 處理美中的關係 那對於其他海外的出訪呢 美國只有在認為是訪問有 具備實質的建設性的潛力 而且符合的是美國的利益的時候 才會宣布這件事情 但是呢 這整起事件我們就看到了 美國在操作的痕跡 非常的明顯 還刻意呢 帶風向說 大陸是冷落美國的 要給世界帶節奏 我們先來看看 南華早報的時候呢 其實在14號 就援引消息人士 放話說 薛曼將在下週呢 訪問中國大陸 而且還說呢 會在天津 會見中國大陸的官員 雙方還要討論的是 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跟大陸方面 譬如說有沒有可能是 楊潔篪或王毅 有會晤的可能性嗎 緊接著呢 這個放話完之後呢 就發現15號的時候 美國國務院在官網就發布了 薛曼即將在7月18到25號 要訪問哪裡呢 訪問亞洲 譬如說 南韓啊 或者是呢 還有日本啊 跟蒙古啦 這三個國家 之前不是說要去中國大陸嗎 結果就發現說呢 其實沒有 那大家都會發現說 那怎麼會沒有大陸的行程呢 那美國為了滿足大家輿論的胃口 他早就準備好了 他同時呢 放消息 立刻端上桌了 也就是呢 在宣布沒有訪問大陸同一天哦 他就放消息給誰 放消息給英國的金融時報 就說呢 是因為你大陸冷落了美國哦 那文章還說呀 有四個知情人士說呢 就是大陸拒絕了薛曼 因為啊中國大陸在人員的安排上呢 沒有滿足美國所提出來的要求 於是美方就取消了薛曼的天津之行的計畫 那這一鍋呢 又甩鍋給大陸啦 然後呢 就之前我有說過 其實美國放消息 常常是放給什麼 放給英國的媒體 而不是美國的媒體 不然就會有獨家的壓力嘛 你那麼多美國的記者 你要放給誰呢 你放給英國的話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呢 英國的金融時報呢 是不是幫忙來帶風向的呢 意圖有一點點明顯 接著呢 美方是一邊踩著大陸嘛 一邊還要繼續呢 放風拉抬自己之後呢 隔一天 就這邊 隔一天我們就看到 7月16號的時候 又是美國國務院一個 不具透露姓名的高級官員 對路透社說 這個薛曼呢 也有可能會訪中國大陸囉 他說雖然薛曼的亞洲行當中 不包含大陸 但是行程安排上 還留了訪華的餘地 就是說他可以增加行程 訪問行程 有可能是在這個行程之後的 最後一站去訪問中國大陸 他還補充說 這是美中關係一個 具有挑戰性的時刻 如果跟北京方面的接觸 是有實質性的 那其實會產生很大很大的結果 那華盛頓呢 對這個方面是保持開放的態度 如果你知道嗎 我們如果只看的是外媒的報導 一些人恐怕就會被帶風向 說這個大陸外交 很封閉啊好傲慢啊 怎麼給美國冷落呢 而美國則是很開放很積極的 那這就是美國想要引導的 這個所謂的輿論 讓大家想要看到的結果 而實際上呢 美國IP操作非常的不專業 也毫無誠信 更談不上禮貌 我們來看看 薛曼到底是不是有訪華的安排呢 中美在對接的過程當中呢 是否有技術性的問題 還沒有解決 最終他是不是能夠實現訪華 這些都是專業人士的工作 外人不得而知 美國怎麼一直在放話呢 但是美國就率先呢 怎樣 透過所謂的製造議題 看得出背後的陰謀 譬如說呢 包括所謂爆料內幕啦 向大陸施壓啦 試圖要透過製造對華負面的輿論 來實現自己的外交訴求 也就是訪問大陸 以及來看到呢 如果最終是怎麼樣 如果最終是沒有辦法成行的話 這個責任就可以甩鍋給大陸啦 就是你大陸冷落嘛 好這個是第二個目的 第三個目的如果薛曼實現了訪華 那其實呢 雙方進行了有價值的溝通 這也是美國的功勞啊 另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 試圖要向外界製造一種 大陸的外交傲慢 混亂的印象 不僅呢 對大陸外交施壓 也試圖要怎麼樣呢 要抹黑大陸內部的治理體系 我們來看到的是 大陸外交學院的教授 叫李海東 他就說 中國大陸其實是一個很豐富 有外交經驗的大國 所以相關的安排 必然是要得體的 如果外媒報導 屬實的話 美方的做法 嚴重不符合外交的禮節 說難聽一點 是對中國主權的不尊重 說到了甩鍋 美國不認為自己是造成全球通膨的原因 難道又想甩鍋給大陸了嗎 我們來看到 美國媒體直接打臉 有這樣想法的人 華爾街日報呢 就特別說啊 說呢 18號標題寫著 中國如何幫助抑制全球通膨 因為今年呢 大陸的出廠的價格是飆升的 投資者會擔心說 大陸會給世界或其他國家 帶來通膨的壓力嗎 但是華爾街日報就表示說 這其實是相反的 世界第二大的一個經濟體 也就是中國大陸 是幫助緩解了通膨 尤其是新冠疫情造成的一些價格的壓力 而且可能會繼續這樣子 至少在一定的時間之內 都是大陸在幫忙的 大陸經濟 離所謂的過熱還非常的遠 所以經濟學家就認為 大陸並非是造成全球大宗商品 跟消費品價格上升的主要原因 儘管有一些大陸工廠 把今年價格呢 有上漲轉價給了西方買家 那其實是因為你美國要客人家關稅 但是呢 這個報導有說 有許多工廠自己也在消化銅 鐵礦石這些原物料的漲價 剛剛拜登不是說還要推大型基建嗎 這鐵礦石都漲價了 那個未來一定還是通膨的 高盛集團就認為說 從疫情當中得到的經驗來看 大陸還是防止全球價格 大幅上漲的重要力量 近十幾年來 大陸已經成為世界的工廠了 使得所有人都享受到 很便宜的牛仔褲 以及沙發這些消費產品 但也有一些時期呢 大陸增長將通膨輸出到其他國家 主要是透過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的方式 但是重點是在疫情期間呢 大陸領導人並沒有這樣實施過度的基礎 建設的支出方案 因為要避免增加債務 或引發呢 房地產這些領域造成的泡沫風險 經濟學家就認為 造成全球性通膨的很大原因 是你西方體制 龐大的政策刺激的支出 也就是我一直講的 美國不斷的怎麼樣 不斷的印鈔票啊 也就是所謂的量化寬鬆政策 他們進一步刺激了房地產的繁榮啊 還有對消費品的更多需求啦 推動了更多商品的價格 達到多年來的高點 而且不要忘了喔 美國對於大陸的商品 還平均加增了19.3%的關稅 間接丟失推高的通膨 經濟學家們就說呢 大陸不太可能會成為 通膨的一大的驅動力 相反的 如果全球要控制通膨的話 可能還要依賴大陸 專家說呢 美國為了抗中啊 導致地緣政治更緊張了 很多產品供應鏈都要去中國化 造成供應鏈回流啦 或者是遷出大陸啦 如果你遷出大陸沒關係 但是你到了一些 成本效益不高的地方 會造成通膨囉 比如說呢越南跟印度等等的 這些的確是低成本的製造國家 但是也面臨了很嚴重的疫情 他們不像中國大陸疫情控制那麼好啊 所以呢其實呢你轉嫁過去也會有通膨的危機 那看到的是美國被說才是造成全世界通膨的壓力 不要想甩鍋給大陸啊 那紐約時報報導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呢 其實他有質疑 美國跟大陸簽署貿易協議的用處 認為這麼做不能夠解決 兩國兩大經濟體最迫切的糾紛 還警告說到現在還在實施的關稅 已經傷害了美國消費者 然而呢在美中可能會難以敲定新的協議 因為呢雙方在其他議題緊張關係 還是持續升溫的 大家都知道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以來 大幅在檢討美中的經濟關係 包括前任總統川普 特朗普在2020年年初的時候 跟大陸簽署的貿易協議 此外呢還有多少呢 價值3600億美元的大陸商品 受制於美國的進口關稅 平均關稅高達了19.3% 但是美國你越打壓大陸呢 反而是讓大家看到 美國的企業啊消費者啊受害啦 所以呢葉倫啊 葉倫才會質疑什麼呢 這些關稅的設計啊 其實是非常不良的 所以呢他還說呢 以我個人之見啊 當初對於中國大陸 實施關稅的時候 這個思慮啊其實不是很周延 他說這個思慮太不周延了 沒有認清問題的癥結所在 跟美國利益所在 只是呢拜登還沒有採取行動 要不要撤銷對大陸 課徵進口關稅 葉倫的說法呢 其實也暗示這些關稅 對美國經濟真的沒有幫助 那這美國是不是認輸了呢 美股道琼工業指數狂跌725點 主因在於大魔王Delta變種病毒引發憂慮 投資人全球性恐慌 衝擊了拜登政府 U.S. markets are following Europe into a global sell-off over the Delta variant and rising COVID case counts The Dow is now holding steady between 850 and 900 points lower 約2.5% 拜登推出了大基礎建設計畫 希望八年投入1.2兆美元 加上深不見底的疫情紓困案 通過膨脹的指標 消費者物價指數狂飆 讓專家開始擔心 共和黨參議員更是當面嘲諷 美國通膨目前是13年來新高 拜登政府加碼支持 希望刺激經濟活動 目前還在國會角力 但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 也對美國經濟提出看法 他認為華府對中國大陸 加徵關稅 其實不但傷害的是美國消費者 也未能處理美中之間的 基本問題 記者綜合報導 面對不同原種 人權也有雙重標準嗎 我們來看到根據美國媒體的報導 移民權力組織 本月已經起訴了美國政府 訴狀書中有指控 美國政府從2019年底 一直從事 將肝分娩的移民婦女 跟美國公民嬰兒 逐出美國的案例 他這個是有一個婦女 是在今年四月一號 在德克薩斯州來分娩 結果她小孩才剛出生的時候 這名婦人跟她的家人 就被送回了墨西哥 國家移民訴訟聯盟表示 任何母親都不應該在分娩後的幾天內 經歷到被送到邊境 另一邊的恐懼 其實美國政府對外的政策 始終存在種族主義 譬如川普 就特朗普上任的第一天起 移民政策就偏向人口 以白人為主的國家 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的是 對於穆斯林實施旅行禁令 並且詆毀 所謂他們是糞坑國家 但即使美國對人口政策 有很多的諸多的批評 但是根據美國國務院日前發布的 二零二一年美國販運人口報告 美國 加拿大 英國等二十八個國家的地區 都被列為表現最好的第一名的名單 另外中國大陸 俄羅斯 古巴等十七個國家 列為表現最差的第三類的名單 但回顧美國人權數據 光是二零一八年全球奴隸的制度 所謂指標的數據 美國大概就有四十點三萬人 成為了現代奴隸制度的受害者 很難想像美國竟然還能名列 表現最好的第一類名單 剛剛說到美國列為所謂第一類名單 加拿大也是第一類 但真的人權是真的那麼好嗎 我們來看到的是 加拿大印第安的寄宿學校的舊址 發現了兩百多具的原住民小孩的遺骸 再次揭開了家國對於原住民 實施種族滅絕的歷史黑洞 最近又有一位原住民寄宿學校的 倖存者接受訪問 試訴自己還有身邊的同學們 是如何遭到虐待的經歷 這名倖存者現在已經八十五歲 他叫菲利斯 他回憶自己在冰冷的寄宿學校當中 有一回因為修女要求大家不許講話 他卻悄悄向同學借了個橡皮擦 結果就被抓去挨打 其他同學看到都哭了 但事實還沒結束 連下課時間他還被迫坐在地板上 看著其他人玩耍 他說曾經看到有個男孩 因為逃學而在大家面前被剃光頭髮 讓他心裡覺得相當難過 他形容寄宿學校的環境 懲罰跟收入根本是司空見慣的 大陸堅決反對外國政府以原權當作藉口 干涉內政 我們來聽聽看趙立堅是怎麼說的 90多國在人權理事會發出了正義的聲音 他們共同反對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和雙重標準 反對以人權為藉口干涉中國內政 這不僅是對中方的有力支持 也是在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 維護國際公平正義 美國總統拜登16號宣布 臉書平台放縱平台上的疫苗假消息 等同於殺人 遭到臉書駁斥啊 那你這個根本就是為了美國疫苗接種率沒有達標 你拜登在甩鍋找藉口 對此拜登19號態度放軟了 改稱這個臉書沒有殺人 美國疫苗的接種沒有達標 拜登第一時間甩鍋給臉書 臉書當然不是省油的燈 不甘示弱 當天迅速回應說你拜登的說法缺乏事實的證明 強調臉書致力分享正確的疫情資訊 而且態度很強硬 讓拜登19號在白宮記者會的時候表示 臉書沒有殺人是一個12人集團在臉書散播假消息 但拜登還是強調希望臉書能夠採取更多的 來阻止假訊息的傳播 這些話好像有點像民進黨的蔡英文說的 蔡政府說這假訊息通通都是大陸的認知作戰 說大甩鍋丟包的就是美國撤軍阿富汗造成當地動盪 根據法新社的報導阿富汗地區發現了 說有目擊者跟媒體指出來 在首都今天至少有兩枚火箭來襲 而且降落的地點都是在總統府附近 事件發生之前 總統甘尼原本即將對穆斯林重大節目 中校捷發表演說 那根據報導 兩枚火箭來襲時間 是在當地時間上午八點左右 整個重兵防衛的綠區都可以聽得到聲響 綠區是阿富汗總統府跟美國等多國的使館所在 另外包括了美國在內的十五個外交使節團 還有北約駐阿富汗的代表 在一個聯合聲明當中說 反政府暴力阻礙成為達成的一項 透過談判解決衝突的努力 傷害了平民並且讓他們無家可歸 聲明還說塔利班的攻勢 直接違背了他們支持談判解決衝突的宣稱 違背了多哈還有和平進程 最近的討論度還是很高的是 大陸網紅就是都美族爆料 大陸知名的男性吳亦凡 以選演員等藉口物色 或者是誘騙年輕的女性 事件可以說是越演越烈 不僅所有大陸商務活動 通通都跟他解約 大陸律師也指出來說 不管背後真相到底是怎麼樣 有鑑於網路公開的爆料 所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 公安的機關應該要立即的進入調查 而且律師也指出來說 鑑於犯罪事實發生在大陸的境內 根據所謂的屬地管轄的原則 即便吳亦凡是加拿大籍 儘管他是加拿大籍 也不影響大陸司法機關 進行相關的法律的責任 所以真的有事的話 逃不了